今年农历七月的中元节活动从简 传统地方戏曲和木偶戏纷纷喊停 受访剧团担心 这一传统因冠病疫情而流失更快 因此有意自掏腰包制作线上视频 分享戏曲与中元节密不可分的渊源 记者李正一报道 已有42年历史的新一离星潮剧团 是我国最后一个铁织木偶戏团 每年主要靠农历七月的表演 才能勉强维持下去 今年的中元节活动规模缩小 让戏班收入彻底归零 不可以做人戏 不然做一些木偶戏还是清唱也是可以 可是目前大概差不多快要取消到完了 差不多20场这样子 本来没有这个疫情的时候也是很难撑的 现在这样子的话 我不晓得我们还可以维持多久 老赛桃源潮剧团也面对类似困境 两家剧团正积极筹集资金 希望制作线上视频或通过网上直播表演 继续保留和弘扬传统地方接戏 像歌台还有新尧都已经有直播秀 当然我们西班牙也希望有自己的直播表演 不过我们没有自己的摄影棚 目前的最多五位表演者 新传媒新闻 新闻记者李正义报道